6月8日,音乐人林海在微博发出海底捞侵犯其著作权的文章后,引发网友持续关注。 6月9日,林海再次发表关于海底捞无视我方请求不做任何回应的声明,称屡次找海底捞要求停止播放、停止侵权行为均无果,被反复以各种理由、各种形式套塞。 近日,林海将海底捞告上法庭,法院受理了此案。 6月11日,海底捞回复成都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海底捞从6月8日起曾尝试联系林海先生,单击电话一直无法接通。 之前海底捞与林海先生签订的作品授权协议于2017年11月18日到期。 6月13日,海底捞即门店播放音乐金钱问题再次回应,称在未有续约协议的情况,继续使用林海老师的音乐是我们的工作失误。 海底捞表示已在6月8日停止在门店播放林海作品音乐。 海底捞还表示尊重林海通过法律途径为何著作权的权利,愿意与林海进行合作并执行法院的审理结果。 此外,海底捞对林海表示歉意,称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